为了去形容能量世界的现象和生命的形态 为了去形容人类的意识能够运作的状态 次元维度 这个概念所以被创造出来 次元就是等于维度 平时我们所提到的次元的概念 大多数是指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一个物质世界 而不是指人类死亡之后所达到的精神的领域 精神的世界 精神世界是大多的灵魂死后会到的地方 天使可以到达的地方 很多人都称之为灵界 灵光层之上 借在今天的影片 希望分享一下物质的身体 小我 高我和灵魂之间的小小概念 通常说物质身体是可见到的 是可以触摸得到的 它是让我们能够在物质世界活动的再具 物质身体有一个被称为本能的意识 这种本能的意识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去存活 并保持健康的本能 包括你平时需要进食 需要饮水 需要睡觉 需要运动 需要思考 这些都是基本心理需求的欲望 小我 或者ego 是记忆的一种形态 从生命所经验而形成的一种记忆 这些记忆的集合 形成了每一个人的身份 并创造了大多数人所认识的自己 小我 ego 会以一个记忆的集合 存在于人的意识举身中 但一旦物质身体死亡并离开人之后 小我就会开始停止发展 而小我 在人生的旅程上 所有曾经经验过的事 都会成为新一种的记忆 相信很多人都很了解高我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跟自己的高我紧紧地相连的 有一些朋友的高我 还不止一位 高我 很了解你所攜帶的灵魂的使命 也都很清楚 知道一个人的业力上的糾纏 当人和他的高我 和人生使命连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开始打开 属于自己的能量能力资源 在三次元的世界里面 你会找到一些喜欢将焦点关注在自己目前生活的人 但他们对更高层面的意识 或者高我 还未建立联系 他们可能仅仅只是了解自己的物质身体 和他的小我 第四次元 是已经开始在他们生活一个领域的里面中觉醒的人 第四次元的人 也都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小我 四次元的人也都明白到更多的真理 见证过一些更高的宇宙的实想 他们能够和高我建立联系 当中有很多人拥有敏锐的灵性的感知力 已经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灵性能力 很多人都已经成为疗愈师 或者传信者 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身体 在高我、小我之间所建立的完整的联系 第五次元的人完全是觉醒 他们也都会和第四次元的人一样 拥有物质的身体 并和他们的高我建立很好的联系 五次元的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们可以开始和地球意识网格相连 能够和植物、动物、元素、水晶 和所有形式的生命建立联系 他们能够理解自己既是人类 又是精神存在的意义 能以高我的视野去看待事物 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小我和业力的束缚 并不再与之相连 他们以永恒的灵魂取代小我 所以他们是完整的合一的意识 把所有人类的面向都融合了一齐 当然达到合一意识 仍然需要在他们的新的生命状态下发展自己 当一个人离开第四次元进入第五次元的时候 他们已经可以用不恼的灵魂取代了原本的小我的角色 灵魂是由内在世界所诞生的 一个永生的灵魂可以吻向一个生命体 能够与所处的物质次元建立永恒的连结 用来创造一个全身的存在和角色 使他们可以能够在永恒状态中不断地进化 身为人类的我们必须和高我和物质身体之间建立一个完整的连结 才能形成永生的灵魂 当物质身体被唤醒之后 会通过自己的高我连接 然后以直觉的力量来指引自己的生命的历程 这种过程可以将自己从小我之中抽离 以纯粹的宇宙源头的能量和灵感在物质世界进行创造 一个永生的灵魂能与宇宙源头建立一个永久的桥梁 创造一个永恒不别存在的角色 这个存在和角色将永远地进化和演变 我相信已经到达四次元的朋友 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高龄的存在了 并且获得通往能量来源的使用权 宇宙的源头是丰盛 而且无限地扩展着 去到第五次元的时候 在物质世界是一种完整的人类 可以和我们的地球同行 和谐地生活 多谢你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客谈到两次元的观点 都加 Jul优优独播剧场——Yo puerta 汇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